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4年近期的轮串亚运会 男子四层一百米自由有激励决赛的比赛 今天我们中国队分别派出了 余赫兴 林永静 松阳和宁泽涛这四轮流队 今天我们中国队处在第五泳道的位置 而本台比赛我国的最大竞争对手 就是处在三盘第四泳道的日本队 比赛开始后余赫兴处在落后的位置 而日本选手处在零先的位置 前50米结束的时候余赫兴处在第二的位置 而日本选手处在第一的位置 这个时候余赫兴落后日本选手0.4秒 第一半最后50米余赫兴开始发力去奋力追赶日本选手 第一半结束的时候我们中国队依旧处在第二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队落后日本队0.37秒 我国第二半是林永静单单 出发后林永静开始奋力追赶前面的日本选手 但是第二半的日本选手还是急剧实力有的特别快 前150米结束的时候 林永静落后日本选手0.52秒处在第二的位置 不过第二半最后50米林永静开始爆发奋力直追 前200米结束的时候 日本选手依旧处在第一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队落后日本队0.32秒 第三半双羊出发后 只见双羊开始展现他的硬实力 去奋力追赶日本选手 250米结束的时候 双羊已经将自己和日本选手的差距 缩小到只差0.06秒 第三半最后50米双羊更是爆发逆爪的日本选手 第三半结束的时候 我们中国队已经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这个时候方领先日本选手0.05秒 最后一半宁折套出发后开始奋力冲刺 350米结束的时候 宁折套依旧处在第一的位置 这个时候已经领先日本选手0.5秒 最后50米宁折套开始展现他 无解的后程加速能力奋力冲刺 最终逆折套甩开日本选手半个身位 以3分13秒47的成绩无悬念楼挂 我们中国队也蝉联了该项目的金牌 并且也打破了该项目的周期纪录